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款木頭玩具呢 叫做親子樂園 那這款木頭玩具呢 適合三歲以上的小朋友 然後呢 廠商是來自台灣的 叫做Play Me喔 這款木頭玩具呢 除了這一大盒之外呢 還有這個四小盒 這四小盒就是可以說 等於是它的擴充物件 那大盒打開來 我們看看有什麼 打開來之後呢 我會發現 會有一張大的地圖 然後還有四個 小人指示物 還有一顆骰子 還有所謂的 跟小朋友一起完成的任務卡 那它任務卡 其實設置的蠻精細的啦 它裡面比如說翻開 它可以講說困難之數幾顆星 完成的話呢 可以再加幾步這樣子 那剛開始呢 比如說兩個人玩 你就放兩個人 它就是輪流塞塞子 然後依序前進 那這當中呢 還有所謂的前進散步 或者是退後散步 或者是休息池 那誰到達最後終點呢 就可以搶關成功 玩幾個 看比較簡單的好了 比如說這樣這個 這一顆星其實這個蠻簡單的 可能就是 堆疊一個 樹木 然後呢 再堆疊 一個這個 這樣就算完成了 就是當你走到 渡卡挑戰的時候 你就去翻嘛 啊翻了之後完成的話呢 像這樣完成的話 你的小人呢 就可以再加一步 加一步 再前進這樣 那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比較困難一點 這有點 比較簡單 欸這個 這個稍微難一點 可是這一顆星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個推倒 用這個 滑板少年來給它推倒看看好了 喂 撞倒了有沒有 可以看有沒有五顆星 啊 有中了 這個 將紅木人抽出後呢 上面三個 三個木人 如果不掉落的話 就可以前進五步 這個可能 大人比較有可能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試試看喔 1 2 2 3 失敗 三個真的太難了 我們來試試看兩個 好了 欸 兩個的可以喔 三個剛剛真的太難了 那沒關係 這就是當作沒有成功 這個對小朋友來講 有可能比較難 大人可能要輔助 小朋友去完成 剛開始的話呢 其實 你可以先用 就是比如說 堆疊很多小人 很簡單的啦 這塗卡裡面好像也有 堆疊小人 然後這樣 一起完成 這樣堆疊小人 一起完成 堆疊小人 這次呢 你可以簡單呢 先排一些樹木好了 然後 讓小朋友呢 去比如說這樣 讓他去 補牌 這樣 推稿的效益 然後讓他漸漸產生興趣 這樣 這款遊戲呢 我覺得非常適合 小朋友跟大人一起互動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囉 三次見囉 掰掰